本家南平海風景区現在尚近四驚的遊樂行程 就是命為秋彈無人倒給人家散灘 探索實體型態好的家庭活動 全部的行程都有需要一點半斤 大陸人員會在在前面一路解釋 對市俄愛人家、地質、追問和文化到散灘的形態 哪惡哪刺激 也讓大家驚覺了解到這篇海有 出發之後修身來到鵝北区 不在港之夜的漁產有普遍跟白寬兩種方式 普遍雖然鵝鵝中年泡在海中成長信手 但又半年就能拆收 白寬是因為鐵條在部分會吊在空中 沒辦法欠陰、養魂 至少成長期會比較長 要一年才能拆收 鵝鵝也有比較小顆 但是口感成長帶Q 蛋糕沙灘是網紅UK好名的 因為腳踏的感覺就像是海綿蛋糕 在沙灘上面一堆一堆的藥沙 是各種路線的結束 這看起來平常的海灘上面 大條河上蟹、腳眼沙蟹 其實我們這邊是位於嘉義的布袋鎮 那這邊是屬於一個蛋糕沙灘 那自然而然蛋糕沙灘就有非常多的一個自然生態 包括我們剛剛有去看到的一些沙蟹、河上蟹、腳眼沙蟹等等 那有一個最比較奇特的一個生物就是我們的鴻魚 那鴻的話在這個地方算是一個 它的一個自然來這邊做一個生長的一個區塊 就一個區域有一個棲地的環境 那當然這個地方我們還是能夠去保護它 讓來這邊體驗的遊客能夠更認識這樣的生態 而進而保護它 沙灘上有其實還有蠻多的一些 我們利用海洋廢棄物所製造而成的一些海洋裝置遺書 包括我們的漂流木啊 包括我們的廢竹子搭建而成的客棧 小些還有我們的等候站 還有我們的一些拍照的一些完美的景點 那都可以讓整個來這邊玩的遊客能夠知道說 海洋教育的保育是非常重要的 喔好我覺得這個地方很酷的是 因為以往的沙灘跟就是觸感不一樣 然後這邊下降很嚴重 就是你踩一下的時候你會發現痕跡是很深的 所以因此叫蛋糕沙灘 然後我覺得它出感是很酷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這邊很好玩 因為它是 我很它是 你真的可以看到厚 然後以前厚都是在生活課本上面看到 但是這一次是 你真的看到它 然後看到公的母的 然後就感激到它的差異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河上線跟沙線 他們兩個是 就看到他們洞的痕跡 然後去判別的時候 欸它是哪一種螃蟹 然後怎麼樣去挖洞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酷的 就是實地探救生 就是一個活動 嗯覺得這很棒 蛋糕沙灘最一千棋 適合娃娃酒 厚的生長 厚又是因為 紅毛毛季 馬蹄蟹 在地球上已經有四億年 就人們不然 提出頂頂角的好 給大家看 外行就參加印象當中的 化酒新聞非常特別 請做路由現在正行 這條準備對著人家的 頂頂角的 部隊海上巴士 出海探險 秋彈無人倒 以及蛋糕沙灘 行為可以住到四億年的 瓦化酒厚 先行本 就來行 部隊頂 採控部隊 中東大建 正在實現 聯機國家隊 加油 加油 各種國家保育 盡忠之爽 報效國家 嘉義是台灣的新興發展區域 我們應該充滿自信 擺脫悲情 我希望未來四年 各行各業一起 勇敢超越 追求更好 今天簽的第一個公文 是有關於嘉義線 來要成立前瞻策略 發展委員會 這三個月內 我們必須要訂出 榮公大限的行動綱頂 給嘉義線政府 擬定更清楚的方向 這個是我們整個 學校的課週以的 泰環計畫 我們逐年來做泰環 因為少子化 越來越嚴重 我們透過生意津貼的提高 跟大家宣示 我們重視少子化 這樣的一個議題 第一胎原本現行 是補助一萬二人 我們第二胎 我們就加碼到兩萬四 那第三胎就三萬六 那第四胎以上 我們就十萬塊 用逼掃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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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大堆 苛殼堆成的山 等他在這十二百年 幾百年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嘉義線 第一個來做這樣的工作 漁民把他不要的東西 他可以換錢 就政府來講 他可以減少路來 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海費變黃金